各位好 我叫吳彥彰 我是HK 重建關注組 我今天約了兩位朋友來跟大家聊聊天 左邊是杜先生 我姓杜 我是土瓜環市居重建局 在三年前已經刊顯收我的住宅 右邊是杜先生的朋友叫Alex 是 蕭帝姓余 是杜先生的朋友幫忙 Alex余幫助杜先生 關了電視時間 今天想跟他聊聊 因為我們看到後面的貼紙 他們今天拿到貼紙去做請願 我想了解一下 今天你們整個請願本身的構想是怎樣的 是想做些甚麼的 達到甚麼目的 我近期收到法院的傳令 現在事件局在告我佔用官地 但內情裏面其實是未騰傾桌 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就做這個動作 就是試圖迫使我就範他的意思 所以我就要做一做請願行動 順便我會給一封信告訴事件局 我現時的想法 我要爭取甚麼 你其實在事件局修理的屋子的時候 你其實是由何時開始 那是三年多前的事 三年半的了 都不是一個很短的日子 都是在日子裏面 跟他溝通 就覺得都頗難溝通 跟他們 但是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三年多到現在 其實很長的時間 為何他現在才會出一個 所謂法庭的訓令 要我上法庭去解釋 或者是有沒有佔用官地 諸如此類的事情 其實地政處已經發出了通告 在2010年3月4日 我住的地方已經被 成為土地回收的地 當時如果你不遷出 就已經觸犯了佔用官地這個條例 好的 我的所知就是土修的條例 是一二四章 那條例的話 修了的話 就是所有地方屬於政府 現在政府就說 你接百人之公地 事實上 2010年3月4日已經是 但今天已經是 2011年7月到尾 現在去到8月了 明天是二十多給封信 其實經過很長的時間 其實在中間的過程裏面 其實你們和政府 或者和事件局 有沒有什麼溝通 是有很漫長的溝通 當然我們是要求 就是平等公正的東西 你來收我們 你當然要對我有所安置 或者有些合理的補償 這樣就談不完 談不完的時候 就要我給很多證明文件 有些東西 是未必拿得到給他 因為我始終都認為 香港的家庭居住 是比較複雜一些 有些家庭因素 導致有些成因 不一定是 事件局策略的要求裏面 是原本本是給他 達到他的要求的 或者我舉個例子 有些家長很愛惜子女 甚至他把自己的物業租出去 他為了要搬去一些 他認為想讀的學校居住 他在這個情況下 在事件局的審核裏面 他就喪失了他的自住權 而喪失了這個自住權 他就拿不回應有的補償 就變成了 連他自己應該買回 原底的同區的房子 都是買不到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我今天見過 部份的議員 都說在重建裏面 是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既然有這麼多這些問題 事件局又沒有考慮過 怎樣去應對和為市民去解決 因為樓是事件局收的 以引申下來的問題 他是不是有責任 去為市民相對解決這些問題 我想了解一下 你今天所做的行動 因為你今天做請願信 做抗議 其實你最終想達到目標 是想做到甚麼 其實任何市民是有請願的權利 當他發現一些不公平對待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權利去做請願 我只是希望他在賠償 之前不要濫用司法程序 你趕了我出去 抬了我下樓 或者令我無家可歸的時候 其實對我沒甚麼好處 對社會也是沒甚麼好處 這個做法 他應該是要審診考慮一下 才去做這件事 你剛剛聽到你說的 濫用所謂的司法程序 其實他是不是可以 不用用司法程序 都可以跟你收回地 是的 因為已經公告了 當那塊地是政府 收回政府所有的話 你仍然 無論你有甚麼原因 居住在上高 你都已經在表面正宮上 你是在霸佔官地 只要地政署出了一封信 要我清場 我也要清場 就不需要再用這個 傳訊去審核這件事 這令到我很困擾 因為始終的來說 你沒有得到賠償 你怎樣遷出去呢 你遷出去哪裏呢 是否有些地方是可以安置 是暫時 或是不需要用任何費用 可以安置到呢 這個是我們講的是一個 就是程序上 是不是有一些 調轉了來做 令到市民蒙受這個困擾 我想問程序上 剛才你說程序 就是理論上 他今天用這個 所謂的司法程序 這個手法 是否他以往 市境那時候很多年 他是不是收地方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程序做 很少的這種程序 很少很少 因為他已經把那件事 交給地政署 他就可以不需要再處理 問題是他為何要處理 原因是因為賠償是他賠償 如果他對居民造成困擾 或滋擾的時候 一般有些居民 他可能比較軟弱些 弱細些 可能他就就範 就中了他的圈套 這些是很簡單的事 因為據我了解 如果他用這個 所謂他用區域法院 來去向你 所謂要你起訴你 當然是 用這個程序的話 其實他會出律師 應該是律師信來的 是不是出了給你 是 你可能會受過壓力 因為他出律師信 如果你去和他答辯的話 你可能需要大家都要花很多錢 是 不答辯是我的基本權利 但是這種手法導致到 你要和市建局打官司 這個是一個困境 因為市建局 他用公帑跟你玩 你又要自己銀河包 你能力有多大可以和他玩 他用公帑花多少錢都可以 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 如果你要和他打這個 是吧 這是一個很不公平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說到尾都是他想我就犯 所以要做這個手段 如果聽下來好像似乎他利用這種方法 逼你沒有地方住 你沒有地方住 他又好像我聽說你未收到任何錢 是嗎 未的 又沒有地方住又沒有錢 那你便怎樣生活 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要在這裏去告訴大家 這個社會上確實是有這樣的事情 就不是他們說到那麼以人為本 或者是跟市民共議這些事情 這個所謂市區更新 有時候我們覺得是這樣對待我們 他們簡直是一個不法不良的手段 我聽你這樣說 我記起以前沒有屋區的時代 沒有屋區的寮屋 政府要遷甩的時候 其實他們想很多辦法 因為他們都是八戰工地 是 他們怎樣逼他們走 其實他們建好公屋 是呀 先安置後遷甩 那些人就沒有太多的煩惱 或者是太多的疑慮 也不是不用睡街 是嗎 不用睡街 這個都是正確的 現在 即是以前八戰官地 他們沒有業權 或者他們根本是 不是付出了買一層樓去居住 總之這裏有個地 正確就搭屋居住 他們都得到一個良好的對待 是嗎 建了公屋給他們更加開心 是嗎 乾淨企理 不需要說 有時水電各方面 都是方便很多 政府這個做法 對這些人都有個這樣的著情 反而對我們業主來說 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現在政府 就不知道在做甚麼 他是不是沒有考量這些問題 還是他根本覺得 都不是他的事 還是他感受不到就算呢 即是一個很大的團結 即是似乎以前 即是你沒有錢 隨便拿一個地來 霸了一個地來住 更好過你今天 你自己給錢 反而地被人搶 甚麼地方都沒有人理你 都可以 這件事我相信 以前的政府執法 就沒有那麼以利為本 即是如果我這樣看這件事 我就覺得市建局 他基本上就是以利為本 是嗎 見到有利便甚麼都敢做 他都寫明了 市建局的策略方向就是自負盈規 他自己要賺夠錢自己去運作 其實很簡單 任何人有權開一間公司做生意 你都是自負盈規的 但是你沒有權力去拿別人的東西來自負盈規 你賺錢 用權利 即是你要負責你那個生意 你那個運作到底營定規 你是要自己負責 不是強行出一些機制或法例出來 去拿別人的東西令到你賺錢 這個就不可以相提並論 我主要認為 你意思是 以前政府先體諒市民 他們被人拿了 霸了地 要趕他們走的時候 都要找個地方給他們住 但今天事件局 就發覺甚麼都沒有了 總之先幫你拿回地 其實背後的意義就是 逼你沒有地方住 反而你要自動投降 就煩 就甚麼價錢都要 是 是 這樣令到你更加 更加無奈 你要跟他的官員聊天 或是跟事業局人聊天 都不需要理睬你 你變成你是求助無門 如果香港的社會這樣發展下去 我希望下一屆的特首祝你好運 其實你說要求助這個事業局 他真的會不會怎樣幫你 其實不是求助 就是討回公道 我需要你幫助 我本身有屋住 你求助就說得好像很有趣 我聽剛才說求助 不過你可能也很慘 因為很無助 求助的意思是 就是告訴大家 告訴官員 叫他們睡醒 去看清楚這些事 是不是 不要這樣說 你拿幾十萬 甚麼都不做 社會通發生甚麼事 又不理 其實這個政府 我想歸納的一點 就是整個收購過程裏面 沒有考慮到業主方面的困難 你趕他出街 說他要佔佔工地 你不讓他現在住的地方 又沒有錢收到的話 就不知怎樣解決 所以我想我們詳細再談一下 究竟他怎樣不給錢 或者他是不是真的沒有給錢 還是有給錢 你不要呢 我想我們在下一節再談 有一個問題 剛才我沒有空問他 我稍後再問Alex 我稍後再問Alex 是否可以先收住 為何你都不收住 這件事是這樣的 它用一個價錢來收購你的物業 我覺得第一點 就要走回自由經濟市場那套法則 自由買賣雙方情願 或者經過協商去達成 或者怎樣可以達成 就不是你單方面 錢我就給你了 你又要走 這個行為有點無賴 當然了 如果我有這個權 我都會賺錢 不用你善過誰去做 我都會 我見到你拿了貨 我和你拿回來 你的貨原本是10元 我給2元 拿了你的貨回來 我當然會賺大把錢 就這麼簡單 你講到錢方面 我當然考量這個錢 是否可以幫到我去重新置業 各位 置業這件事 其實對於我來說 不是太簡單 因為你要牽涉很多費用 你的生活模式 有沒有改動 這個改動是否要適應和習慣 這些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在費用方面 就有離印費 佣金 搬遷 裝修 重置家具 那些東西 是否 就要花一些時間去處理 杜先生 我嘗試這樣 因為我當我是線工 其實線工 他出了一個七年樓齡津折 給你們 等你們可以處理這些東西 那麼大把的津折 你便可以做 剛才你說很多困難的事情 其實七年樓齡 如果你真的給了七年樓齡 我都已經是收了錢 你已經離開了 為何要玩那麼多 很簡單 這個七年樓齡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那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 我剛才知道你帶了一個朋友來 為何你又來到和他在一起 其實你可能都知道這些情況 我剛才聽他這樣說 他說七年樓齡就幫不了他 你其實對這個七年樓齡 你都有沒有認識 這樣說 我們就一起上市建局 跟他們談過 會面當中 其實那個七年樓齡 其實是一個 是他們自己 我問過市建局 是否政府授權你們 用七年樓齡的價錢去收回土地 其實他們的答案就不是 政府給了權力去收回土地 但是出價是怎樣 就是他們自己定的 那個七年樓齡的價錢 而當中當然是很奇怪 因為你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都賠七年樓齡 因為你不符合他那個叫自住的條件 你如果不符合那個條件 他說的是扣25% 這樣扣的 我們作為街外人 其實有一點很不公平 我租的物業給人 為何我賠償會少些呢 其中一個問題 而且看回我和其他居民 受影響的業主談過 大家小市民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有些個案是 其實他找不到租客 那些錢又去了哪裏 就是扣了那些賠償 我想追問一下 其實我聽到市民的解釋 如果那個人租給別人的話 政府就不會津貼那些做生意的人 你租給別人你就賺錢 或者你拿出來不是你自己住的 沒有理由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 來遵貼你們那些 不是自住人的 所以他就要扣回你們 但是有個問題 不是我邀請你來拆我的房子 是你不知道 是一個很封閉的程序 你覺得這裏所謂有重建價值 有需要重建 你就來重建 而事實上 往往你發現很多時候 那些非常舊非常殘的房子 就沒有人理的 而他為何選擇一些房子 可能還是很實正 沒有漏水的 現在你買新樓 買那些什麼什麼成 說的是幾年 或者一入伙已經漏了 但是那些舊樓沒有漏水 我明白了 其實市建局是儲准你 所謂的土地用途的錢 這樣跟你說 就是講你的房子的價值 來哄你 這樣的方式 還有這個七年口令 其中一個最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原來根據市建局的條例 如果你不滿意的賠償 你是可以告地政處 去土地 去土審 即是俗稱 去土審的時候 原來計算的賠償 是講土地的價值 而根據過往的案例 土審判過 他是講你的那塊地 譬如有一個重建的價值 是你受影響的業者有權分享的 所以七年樓零這個標準 其實就很奇怪了 因為就跟原來你最終有什麼問題 大家爭拗土地價值那樣東西 未必一樣的 因為我由層樓 可能我是三層 四層五層六層 或者再高一些唐樓的 最多去到九層 那講你拆了層樓 起回三十層的時候 那個價值已經大大增加 因為講建築成本 發展商自己和人公佈最近 大為一個樓盤 他講的都是八百多元一尺 現在任何市區樓 講大角咀 新鴻基某個樓盤 都賣過萬元尺 特色戶接近兩萬元尺 所以變成就是 究竟我們作為一個小市民 我們是否要接受這個七年的賠償 這個所謂七年 而這個模式本身 其實因為你那區或者你附近 就未必有七年樓零 而且有一件事 每一個樓宇的位置都很獨特 其實你不可以亂地拿附近的東西來參考 這個真是事實 有些樓可能發展商比較漂亮又貴一點 你很難計出一個七年樓零 假設你樓宇是七年樓零 我就賠給你 其實這件事很荒謬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考據 阿歷斯帶出了一個訊息 七年樓零的基準其實沒有特別的基準 現在的基準就是視乎 善果自己怎樣頂 理論上因為你那些舊樓 你旁邊有沒有七年樓零的樓 其實就很難找 可能隨時 可能旁邊已經很不同了 因為你旁邊那屋豪窄的時候 它又好像當不算 所以有很多方式都令到你七年樓零 都完全控制在市民屋上面 而實際上 不如說道先生 你自己面臨到市民屋給你七年樓零 它是否給你七年樓零 如果根據它的價錢來說 我真是很莫名其妙 如果計算上來 幾乎我的區是沒有這個價錢的赤價 是沒有的 所謂的 它不回答你 有時有些問題 你問到它不回答 它又沒有說明的基準是怎樣 不說的 去到那些位置 應該懂得回答的問題 它又不回答 我想要解釋一下 可能你也不想說的價錢 你覺得它一給你那個津貼 那個價錢是等於幾年樓 我都說我們那區沒有這些赤價的樓 一去賠償給你 它當是多少 低過最便宜的樓 都不知道什麼樓的價錢 有沒有40年 很難計算 可能是那些唐樓頂樓 或者是黑樓 無論如何你買 你怎樣都買不到 就算你說我有個50年樓 60年樓 可能買到最差的那些 可能現在這樣說 Alex分析過 總之七年樓零其實沒有標準 就算它計算出來 其實給了所謂的業主去買樓 根本就沒有辦法買到 沒有的 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也看回 聽你這樣說七年樓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但我聽到 我經常都讚美它自己 七年樓 好像是德政 令到很多人很開心 你發覺除了你覺得 所謂的條件任去定之外 其實是否還有很多問題 我聽到所謂的扣減 那個問題都令到很多人頭痛 他將某一個價錢 他自己可能覺得是七年樓零 他將價錢要切開幾份 就要分合格業主 和不合格業主的補償 這真是很莫名其妙 補償 我剛才已經陳述過 香港的居住環境比較複雜 例如我剛才說過 有些人為了子女讀書 搬走了自己的樓 租人的樓居住 就已經上失了這個 這樣就不合格了 已經不合格了 或者有些年紀大一些 走樓梯走不到八樓 就將自己八樓層租租 給人自己租過二樓 那二樓當然比八樓 又同時是喪失了自住權 又被扣減 或者有些租出的 有些人這個樓太舊了 我買一個新樓 就舊了租給人 那扣減 扣減到那層樓租一輩子 你出去都拿不回扣減的值 這就是一個很不公平的計算方法 你多出來的錢哪個代了 益了哪個呢 又是你試過代了 你不如用一個公平的制式 假設我租這樓租出去 有時以來十萬元我收回來 扣減稅收等等 那你就扣十萬元 我覺得這樣比較公平一些 如果不是的話我舉個例子 我租出去十萬元扣我一百多萬 那那一百萬拿去哪裡 我聽市政局的解釋 他們說總之你們不是自住 就扣一扣來賺錢 市政局的做法就是不想 納稅人的錢去津貼這些所謂賺錢的人 這些是納稅人的錢 他們當然不想津貼他們 你覺得是怎樣的情況 我覺得如果政府做一個計劃出來 是虧大本就不如不要做 勞民傷財 市政局的人要不要出糧 出幾百萬年薪的糧 然後要考慮有沒有錢賺 大家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你賺錢 我也覺得你是應該賺錢 但你不要拿市民的東西來幫你賺錢 然後你自己就肚滿腸肥這些事情 我聽到市政局自己講解釋 他們的策略就是希望自負盈規 他沒有想賺錢 他是自負盈規的心態 其實你去管理一個事業來講 真的不是用別人的虧視來達至你的成功 這個只是霸權主義的一種行為 說來講去就是霸權 我給Alex再講解釋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呢 這個問題很簡單 簡而言之 因為有什麼事你無論是私人也好 對私人發展商或者對市建局也好 你上到這個土審是講一個土地價值的 他不是講的是同區七年某的 有什麼問題 無論你是私人自住也好 或者你租的人也好 無論你是商業地皮 或者住宅用途也好 他都是講你的土地價值的 而為什麼我租給別人 而我所收回來的權益會少了 其實在法律上是不公平的 很明顯是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但是法律原則是不公平 為什麼租給別人就收少 不租給別人的那個呢 其實是很無道理 而且他所有做的事情 他整個賠償機制 政府只不過是給了一條市區重建條例 就讓他執行 所以他可以把某一塊地劃做官地 來收樓 但是那個賠償機制 我也問過事件局 是他們自己訂出來的 那關於這個七年某齡 這個機組是怎麼來訂呢 也很荒謬 因為他說的是 找八個測量師 現在最新的版本 找八個測量師 那就不要最貴和最美那個 那就除了 聽起來好像很公平 但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原來那個股價模式 其實大家都是猜的 根本就全部都是無 因為每一塊地 每一個位置都很獨特的 其實是很難去比較的 其實是很難這樣比較的 所以變成就 其實這個問題很大 而我們自己找的測量師 往往股價 不知道為什麼跟事件局那個 是差很遠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變成大家好像口同被爭 但是權力就在他身上 而我們有什麼事呢 就將會面對一個龐大的法律訴訟 輸了真是輸身價的 但是他們就不用了 他們就開過假給你 有空就三個月 rewise一次給你 其實我想總結 其實最重要就是 那個七年樓令那個定的價 就由市屋定的 如果有什麼爭拗呢 要爭拗上土地審財處 就重新講過 不過就不用七年樓令價 就用土地來計 令到市民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如果市民要講述那個訴求 或者我們想問七年樓師 你講的時候 就更慘 因為究竟你怎樣能夠證明到 你的講法是適合他們 其實是有賴拳方法的 你便換一層樓給人 同區那裏 不需要爭拗 樓價升了跌了 你剛才所說的 有什麼怕虧底 有什麼負刑規 你五層就變三十層 或者撥變雅層 你便抽回單位給他 那你有什麼事 永遠賺錢 我想了 可能都會有排言 怎樣才是公平 你換又不需要 怕他升了值 還是跌了值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為何你不考慮 不如我們一會去想想 我們有什麼方法 更加公平去處理賠償的問題 或者我們根本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可以一會再談 整個困難 我們有什麼方式去解決 好嗎 好 Alice 剛才我好像聽到你說到 那個機器好像是怪物 不如你詳細解釋 那機器是怎樣的怪物 其實市建屋首執的土地收回條例 其實是一個很辣的條例 因為只要它公佈這裡 要回收 便會變成官地 你接不接首都 亦都會變成官地 但我想問 有哪一個私人發展商 是可以這麼厲害 不需要跟別人談 隨便找一個所謂的賠償方案出來 你就接受不接受不接受 你就霸佔官地 其實是一個很霸道的事情 而且所影響的物業 是全部是堅固的 比一些所謂的新樓來說 它是不漏水的 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市建屋 好像你不像一般政府部門 你不滿意它 你可以找申訴專員公署 找哪些都好 但是我對市建屋有任何過節的時候 其實好像沒有一個機制 可以制衡到它有效 而且我覺得市建屋 是一個 怎樣說 對我們香港 我們一般人 相信的自由市場經濟 是一個嚴重的破壞 因為 為什麼不可以讓我們 和市建屋 或者有關的發展商協商 當我們私人協商的時候 是否達到一個最有效的利益 而不是用一個 拿著一個官地收回條例 這樣就要你給房子 其實整個過程 是跟一個自由經濟的角度來講 是完全不符合的 政府經常說大市場 但是一收我們市民的房子的時候 就是官地收回條例 其實是一個很荒謬的事 其實我們都聽過很久了 所謂的土地回收條例 一二四章 是一個叫上方寶劍 就是這個市局利用這個方法 去拿你們的土地 其實 問回杜先生 你覺得這個條例 究竟是甚麼問題 其實是否快 其實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一切 關於事件局的行為 或者手段 其實我認為它是觸及了 《基本法》裏面的內容 例如105條的講法 就是任何私人財產 應該受到合理合法的保護 包括使用權、處理權 以及承受遺產權 就不是事件局所說的 你是不是合格業主 這是很大的差異 這種說法 第二點就是 如果土地或財產被徵用的時候 你是有權獲得補償 這個權利在你那邊 就不是在事件局那邊 是你那邊 這個大家要清楚了 還有 你要賠償的時候 就要給予一些 相當當時的實際價值 就不是七年糾零 一會兒又扣減你甚麼津貼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全部都是綁紙 全部都是這個事件局 是想掠著你的資產的一種說法 我現在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相信他那套 令到自己吃虧 好了 第三點 無故延期支付 都是一種違法的行為 這些所謂違法行為 全部事件局都做齊了 但是沒有人挑戰他在法輪上的行動 還有一件事就是 包括你置業的企圖 是用來做投資 還是怎樣 是自由的 就不是你所說的 甚麼釘子戶 這些通通都是 事件局內定 就是想了很多這些計劃 來拿東西來溫飽他們 這是絕對絕對不合理不合法的 我聽你這樣說 你都講過所謂《基本法》的《105章》 《基本法》《105章》 其實我也知道 就好像在舊樓重建市區 所謂《八城門濫降》之後 有一次上官司討論過 拿了別人的樓 賠給他 是否違反《基本法》呢 似乎官的判出來說 只要他賠得對 賠得合理 就可以了 剛才《105章》裏面所包括的 我剛才聽你 你剛才有提到《105章》裏面所謂合理的賠償 其實合不合理 我想市民是很難證明的 因為他在事業局的角度 我給是超乎你合理的 他加上七年扭令給你 所以他是超乎你合理的 被徵用私人土地的人 是獲得補償權利 即是說他有領事權 假設如果你說 你又給舊錢 他又認為不對 他又認為給多了 那就是要通過協商去解決 即是如果你這種法例強權 是你所謂的事 那都是不合理 都是違反《基本法》的了 他有跟你協商的嗎 那過程裏面 他所謂協商的手段 就是單方面的 即是例如 你要接受我這個offer 如果不是就不要談了 這個很單向 那你沒有給他一個offer呢 其實我給他一個offer 其實我給他一個offer 比基本法的內容更簡單 即是說你是園區安置 或者是給我一個合適的單位 我簡直是令到你很容易做的事 你都不去做 是吧 即是令到我很好限入群境 那是試驗局怎樣回應你的 他不懂回應 我看他就 即是他沒有回應你的 他們不會這樣做 又沒有這個機制 我們做不到 這些說話都可以拿出來 即是告訴市民 你贏你又想拿 但做事又不想做 其實這些是很肉酸的 我始終覺得是很肉酸的行為 但我不知道你都明不明白 事件局也有出過 現在他們好像最近出租樓換樓 我都出租樓換樓 那你知不知道他新的租樓換樓 他的計劃是甚麼 聽新聞說 好像就 如果真的租樓換樓 你要補錢給他 即是那個不是真正的賠償 是給他錢 即是他就當你這間舊爛殘樓 就不值錢 所以他建了新樓給你 你進去住 你要補錢給他 即是說來講去 他所謂的賠償 都是賠一個爛樓給你 但其實在業主的角度來看 即是他擁有樓 不只是樓 應該擁有他的土地 他擁有他將來的重建價值 而在整個制度裏面 善屋從來就不講 因為我比較熟 所謂八成門 立他們的五四五張條例 他們要考慮將來所謂重建的價值 沒錯 但事業局是不用這種方式 所以他一定是給不到你們的重建價值 就是用七年樓齡給你們 七年樓齡給了你 你現在就覺得他給不到你 你覺得其實有甚麼好建議 如果他真的 他說給了你 你說收不到他的七年樓齡 你覺得有甚麼可以做到 我覺得是可以用一個比較私人的方式 好像一般發展商 大家都是談好了 你真的過到八成門檻 你才去強拍 因為如果八成業主都接受 我想有時候賠償 在一個很合理的情況下 或者普遍的情況下 是大部分人接受到 應該都不太差 但現在事業局就是不理你 你繼續住就霸佔官地 你這樣說 他事業局又出了新招 他說我可以做出進者 你們就搞八成我幫你做 我收點錢做佣金和你們搞 但如果他用一般 和一般私人發展商比較 他們是不會拿到一個 那麼厲害的法例 叫做官地收回條例 他們沒有這件事 但事業局亦同時在做這件事 他主要的土地來源 亦都是在做這件事 你說他那些集救九成半 之後再拿去拍賣 其實都未做過 事業局想出新招 我自己看到的情況 因為事業局 其實好的樓 甚麼是好的樓 意思是土地的重建價值 很有價值的地 其實是越來越沒甚麼 所以都不想做 所以他現在推出來 說給大家 不如你們自己抽夠八成 我和你們做強拍 你們搞定他 他又不用賠那麼多 我們知道事業局 有很多要 因為他好像當公營機構 形式出現 他又好像要保護你們 其實那個過程裏面 你覺得市屋 是否真的站在你那邊 保護你們 這個是教訓 你都不信他那些事 給他其他事做 第一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第二件事 我們市民 拿地方來給他練習一下 因為他都沒有做過 都是練習生 他只要搞到一瓦泡 那怎麼修科 不如考慮一下 這個問題 好過 如果你說 其實要去重建和發展 只要大家拿到一個共識 就有專家 有評估師 有很多人 去和你商議 還有大家認為 有同一個共識去進行 這個事業局 反而最擔當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多此一句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隨便你提供一些 很有經驗 做下來 大家都試過 都認同了 但這個是後話 不如說到最後 總結 其實我們看到 有私人強拍 有事件局的所謂重建 其實這兩方面 其實那個問題 都有出現一些問題 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在整個市區的規劃 是很零碎的 現在來看 你覺得 那個問題 是否仍然存在 這個確實是一個事實 因為無論是私人發展失業 或者是事件局 他們的市區重建 往往地盤 都是足夠建一些所謂牙籤樓 對於整個社區的環境改善 或者居民生物質素提升 其實成效很有疑問 還有對於一個社區發展來說 如果你做不回原區安置 其實大家幾十年的街坊 就這樣就沒有聯絡了 其實破壞了整個社區的生態 而且這樣的發展模式 非常沒有效率 因為你建了一些單支樓 全部不實用 現在你看看市建局旗下的重建項目 全部實用的都是七成左右 七成至八成 如果 其實它怎麼改善居民生活 根本就沒有改善過 但是因為它重建帶來的問題是很多 因為我就要收回賠償 我出去都會面對一個市場風險 好命的 市跌到像沙士一樣 你就開心 但是好像大升市 每個月都升的 升五六個百分比 都不知道怎樣去拿著錢 所以其實很有問題 希望他們可以改善 就是用一個以人為本的角度 真是做到幫市民 我賣了這間樓給你 我是可以真的還回這間樓 很多地方要改善 講十天都講完 好 請問杜先生 你覺得有些甚麼你想去改善的呢 其實改善的方法 Alex說只要以人為本 如果是這樣的心 自然找到很多方法 例如你 如果市民要求是園區 就是樓換樓、赤換赤的 很簡單 你建了一層樓 就給他樓 在建樓的過程裏面 就要作出一些適當的賠償 例如他要出去租樓住 要錢、那些經費 當然是你負責 因為你有全盤的周長計劃去做 到底是否值得做 不要每次用一個自負盈規 虧了錢就不行 輸打贏二號 這些行為 這樣伸延下去 就會令到很多的災難會產生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深圳最近提出的方案 他就是拍心口 拿你一千呎 是賠大於一千呎的單位給你 還要安置你 臨時租外的東西 租外的東西去安排 至少大家同意 大家同意 至少都要不要說是客商 知不知道 做這些行徑 其實賺了多些錢 但要做這些事 依然不是很大 最後我們總結 希望事件局 能夠以民為本 希望他站在市民的立場 在他被人重建的房子 他沒有那間房子的時候 他如何改善到 被人趕走的人的生活 這樣才是真 只是改善民生 不是拿了別人的房子 就給了別人的發展商賺錢 最後的結果 希望以民為本 是為了他住在那個地方 讓他改善他的環境 而不是給了別人的 即是照顧所有人 不是大部分 小部分的問題 我們希望有一天 事件局聽到我們的聲音 將能夠以民為本做出來的 講一道 做一道 好 這就是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